刚才拍到 但是有东西 像坠入大气层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拍到了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评论 小铃铛 B站的朋友 感谢您的素质 三连 嘿大家好 这里是SuperJ 从上一周开始 我和我的家人 就进行了开始 一个从奥克兰出发的 北岛和南岛的旅游 今天应该是 第五或第六天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那我们到达了 这个凯克兰 这里是一个retreat 就是像民宿一样的 这个地方在海边 一个小镇 但是开进来有一段 所以看不到海 在我住的地方 不过后面有山可以看到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呢 我想来拍一下银河 那屋主在介绍 他这个retreat 就住宿的那个亮点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说 晚上是可以非常清楚 可以拍到星星的 那后面几天我们会去 MountainCook那边会更好拍 那这里我想先试一下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会在这里来拍一下银河 那之前有在南岛的 Lecticapo那里呢 有用手机拍星空的经验 所以今天应该相信 不会特别难 OK 那让我们就等待夜晚的降临吧 那首先呢 要有一个三脚架 那第一步呢 就是把手机调成 手动模式 然后对着星空呢 先拍 找到银河在哪里 因为银河虽然肉眼可以看到 但我眼睛不太好 那因为我用手机拍摄 我就没法演示 手机上的东西了 我操我操我操 刚才拍到太黑了 这里用video看不清楚 用摄影的话 但是有东西 像坠入大气层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拍到了 我开始以为是飞机 但不像 有那么多烟 像是烟一样 还有光 感觉是不是什么东西 从大气层坠落了 小的隐石 还是人造卫星 卧槽 真的拍到了 那我发了朋友圈以后呢 有的朋友说是激光 因为我这边靠近南极 有的朋友呢 说这个是 最近的双子座流星雨 那这个东西 其实现场看呢 很明显是有一个东西 坠入大气层了 它有在燃烧 那第二天呢 我就去网上搜索了一下 那发现是 15号的晚上呢 这个Rocket Lab 他们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那我看到的呢 应该是人造卫星 它后面一段火箭脱离石 落下来的 突入大气层的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造卫星放上天空以后呢 它后面会有一些 燃料箱会掉下来 那这次呢 真的非常幸运 可以拍到这样一个情景 我的拍摄设备呢 是华为的Mate 20X 那关于晚上如何拍摄星空 用着手机拍摄呢 我下一回再会单独做一个影片 教大家怎么做 好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小铃铛哦 B站的朋友素质三连 拜拜